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新剧建立作 听推荐 马上开始 有搭档 有对手 有合作也有陷害 剧中的情节引人入胜 我来带您领略这份精彩 金学院室大驾光临 调应记在这儿有力 乔东家 怎么不认识了 我想起来了 原来是金英大人 我跟他没仇 没有说非要把他弄成什么样 就是想要他的钱 我自己来控制 对手戏不是特别多 都是在幕后操纵 我们就琢磨了怎么把钱搞过来 或者是怎么利用他 我们往上走 自古晋商有个规定 从不跟官府搭交道 如果您希望山西官银号开张以后 能够日进抖金的话 那么还是请您马上离开 这个角色对他来说非常合适 我觉得非常好 他演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很用功 以前多场戏 简直就是没有时间休息 他也是我师弟 所以我也经常就是 哎呀 弟弟啊 休息啊 要好好休息 要多睡觉 不多跟他 花时间跟他弄什么什么的 大人要行政 手里没有军队 是不行的 你让我再组建一支军队 他是我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我缺不了他 我要缺了他 我可能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我离不开他 虽然很讨厌他 但是必须要用他 因为他确实聪明 给我出了很多主意 牛水 羊水 鹅水 鸡水 鸡水 鸭水 你但凡家里养了家亲家畜的 都要浇水 我们两个都要说 非常专业的睡的词 那场戏的词特别大 所以拍的也挺大 头上也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我师弟 非常不错 而且演戏也很认真 很用功 而且我们私下关系也特别好 这商人还讲个无力不起早呢 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事啊 为了让他们 把埋在自家地下的银子 挖出来 送到大人您指定的地方去呀 他可能有的戏都拍过两遍 都不用带剧本 全都背下来了 我确实是没有 他有时候逗我 徐老师今天我没带剧本啊 那个咱们走一遍吧 你没那本呢都背下来 我说背下来了已经 那我可看一遍啊 好了不许看了啊 一条路 我觉得他还是在认真地塑造这个任务 他本人是聪明的 这一点肯定是跟角色要靠的 他是很聪明的 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 非常好 东家让我帮他查 是谁帮这个姓金的山西巡岸石 出了上中下三策 各位其主嘛 他就是为了这个乔家 就跟我这儿 我们俩之间讨价还家呀 或者是什么方式啊 金玄石 即使公务缠身 请 听到人 慢走 我会老师是一个特别认真的 台词是一个字都不改的说出来 特别的棒 而且人也特别好 因为我爱喝咖啡 我就是必须要非常滚开的水来泡 他马上来 我给你烧 现烧 现过烧水 给我弄上 还给我什么润喉片啊 特别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虽然今天官府没有保证进入营库 可这里面有他们很大的力量 他们让警察到会场来站哨 那好啊 你以往花钱不是还请不来吗 慷慨激扬的红篇巨著 《风云际会》的历史图卷 这就是我要历见的电视剧 《城中堂》 我是徐蔚 新推荐 咱们明天见